一向看似甜蜜的郭才姐与杨佑宁分手震惊演艺圈 虽然演艺事业似乎不受影响 期间还和拍大伟卢曼二《风中家族》一起进行宣传 他却一直郁郁寡欢 日前接受访问 坦承爱情的变化 没有预料到会对自己的情绪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力 有天在香港拍戏的饭店非常抗拒非常难过 我并不想要经历真正一个人的时间 生活及各方面都那么紧绷 督促着自己 为何连唯一可放松任性的机会都不给了 虽然不想在大家面前展露忧郁的一面 但对郭采杰而言真实人生中演不了另一个剧本 现在他想把过去总是按部就班的自己推翻并思考 活在原则框架之中真的是最好的样子吗 也在30岁生日时许下心愿 期望自己能丢弃所有预设立场 用孩子的眼光看待世界 他形容自己正从情绪的谷底往上爬 现在应该在青苔处吧 可以碰得到阳光 但还不能自立